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北一斗社连同北一居住权益小组还有很多学生团体然后在今天发起抗议是因为北一校方的工程最近其实着重建设在高端的医疗商业方向然后忽视了教室实验室注射等于教育学生权益相关的建设 这个北一大最近30年新增校园空间的这个按功能区分的统计黄色是医疗蓝色是教育绿色是宿舍 那我们看到说在1990到2000年这边动工的建筑中还主要都是为教育而服务的医疗只是一种辐射辐射的空间 那到2000到2010年甚至到2010到2017年整个北一大的重心已经完全在医疗上了 而且这个医疗还不是一般的普遍的可负担的医疗而且很多都是商业化自费的高端的医疗 明明学校最近五年平均每年都有这个五亿元的这个财务营与用 但是这些资金费都没有被投入到教育方面 今年三月底北一就宣布要建设在那个双合医院建设1.5公顷的生计产业园区 要投资40亿元那他就做什么用了呢 他就是为了生医公司代台成立进行商业化的营运 那同一时间我们富士医院的侄子治疗中心也在校园内动工了 占用了校园内的一个主要的通道 那在校门口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间玻璃屋就刚刚同学所提到的 它的整整一层都是用来卖纪念品和咖啡 那在校园另一侧还有我们的癌症中心大楼 它可能在静之遥开始施工 那刚刚同学提到说这个北一大大安小学是最近非常少说有增加的教育空间 可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大楼之中18层有7层都是各种癌医各种诊所和北一大的生机公司 它的商业化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那时候我就想说可能学校是因为为了学生好 即使东心可能是为了学生盖的设施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医院的研究设施 而且不会开放给学生使用 那我就觉得很失望啊 我觉得学校跟医院虽然就在隔壁 可是为什么要牺牲学校的地去盖医院的东西 那我觉得后来有学长姐跟我解释说 因为这个东西会让学校赚很多钱 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什么学校要把医院设施盖在学校里面的原理 那这学期开始啊 我就到学校的大安中心去大安校区去上课 我大一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干嘛 我以为那个就是学校做一栋大楼 而且整栋大楼都会拿来做教学跟研究用 学长姐都这么说 可是我看到有生机公司 甚至是牙科诊所之类的 跟教学无关的机构进驻大安校区 而且看楼层就占了一半以上 不是学说大安校区真的配得上称座为一个校区吗 还是说北一其实根本就不配称座一个学校 我是觉得学校真的不太在乎学生 宿舍床位也很狭小 我常常把书桌的椅子往后靠 我就碰到后面同学的东西 收纳空间也只有一个小衣橱跟书桌上的格子 刚才也小到我不能想洗衣服就洗衣服 也不能想晒衣服就晒衣服 我要跟我同房间的室友去协调说晒衣服的时间 不然我们就会吵架 20年来我们北一增加了1500多位学生 但是相对的已经达到6000人的学校 却只有800人的床位 然后实验空间跟教室也是严重不足 在我们的调查里面可以发现有86%的同学 都觉得我们宿舍申请难易度非常的高 我们只有一半的同学可以申请到宿舍 剩下一半的同学就被迫进入到极高租金的租物市场里面 被迫受到宰科 大部分的同学都落于租金每个月7000元的区间 7000元怎么来的 7000元就是我们实习完 从医院离开 从实验室离开 从课堂中离开之后 放弃学生活动 去打工才赚到这7000块 好像租金不提不提之外 剩下的我们看到的是潮湿 狭小阴暗的空间 我们即使有对望窗打开出去 看到的也只是对面的冷气而已 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面 我们学生很难真的是专心的在课业上面 学生的居住安全不应该是他们责任之外 应该是教育部门以及学校都共同应该要去承担的 后来我发现说 郊延大楼旁的那棵榕树被挖掉了 就是现在盖玻璃屋的那个地方 它以前是一棵老榕树 可是听同学说我才知道 学校去国外交流之后觉得 有很多国外大学都有一个指标性建筑 来表现学校的精神啊 所以我们也要盖一个 那我心里就在想说 我们为什么要砍掉一个老榕树 去盖一个对学生没有用处的东西 它现在盖了一个玻璃咖啡屋在那边 那我在想为什么学校不要盖宿舍 或者是要盖实验室 甚至是教室 那为什么对学生没有用处的东西要留在学校里面 医学大学的医院它应该是要让学生教学 实习为目的而设置的教学医院 它提供的医疗服务也应该是这个普遍的可负担的 医疗相关科技的学生应该学识的也是这部分的医疗服务 可是北一目前的接建设刚好相反 它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自费就是商业化 例如像这个职子中心 它现在没有纳入健保给付 长庚是台湾目前唯一一个有职子中心的地方 那它进行一个疗程 七周只要八十万台币 是非常昂贵的 那北一的所谓的大安少区 也有几家这个高端诊所 健检医美 例如像这个母山精英牙医诊所 军卫妇产诊所 都是完全自费 与现行的医疗体系完全区隔 那至于说它马上要成立的这些生计公司 生计员时 就更是完全商业化的领域了 跟医疗服务跟病人都站不上边 我想在大台北地区 尤其这个信义区要提供800层的空间 是非常非常不够 但是当然是不足的 当然是不足的 那学校有没有新建的计划 我们这个在我们刚刚讲的双合V7D 里面的这个生意大楼里面 在有几个楼层呢 我们会碰出来作为 有多少楼层多少床位 以及学生的这个宿舍 那未来呢 我们这个就会 请讲多少个床位 我们要具体的 我们要具体的 不要这样的空投承诺 谢谢 校长不要走好吗 可以回答我们的诉求吗 校长可以回应吗 因为你之前刚才并没有认真 没有回应到我们的 对 还没讲过 请回应我们的诉求可以吗 谢谢 我们今天回应有关参与规划的部分 校长你刚才只是都没有提到 您其实没有提到 您其实没有提到刚才 怎么纳入学生相关参与的部分 以及相关的学生的支出权益 在后世到底实际上的床位 会帮助到什么 我们要拒绝信坛财团化 未来蓝图的自己化 我们要增加这个教育空间 我们提出这个诉求 校长你又不要回应 校长要不要先回应一下 您其实没有提到 到底学生怎么参与 相关的校园规划的问题 您其实没有提到 您刚才的回应 其实没有提到 校园学生如何参与规划 以及相关的学生的住宿 相关的品质 以及相关的空间 外包给 所有的相关的企业 相关的部分 到底怎么处理 您其实没有回答到 您其实没有回答到 真的 校长您可以这样回答 学生的诉求吗 校长请回应 我们连数了三百位学生 校方可以这样回应吗 您刚才其实真的没有回答到 任何数据的部分 校长请看我们诉求 您其实没有提到 任何的回应 这部分的部分 校长我们连数了三百份 校长我们连数了三百份